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奈米涂层养橙箱 就是眼前的这个黄色箱子 现在我先从外面开始介绍 首先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定时开关 这个定时开关连接的是 看一下 这个定时开关连接的是 就是这个 这个是电灯的位置 这个定时开关在控制电灯 然后 这个是自动放电系统 自动放电系统的上面 这个是 电源供应器 它供应5伏特电源给中间这个 Timer 就是一个循环的即时装置 目前设定是4个小时放电5分钟 时间到的时候 然后 这一个电池接触器它会触发 然后这边最下面这个是电表 我现在设定的是那个直流档 直流档位控制 它触发之后 它触发之后 就是透过这个直流档 可以看到这个电线 有延伸进去 然后来进行放电 这边 这是大概外面的一个结构 就是有 一个 独立的 灯泡 然后 那个时间控制的一个开关 灯泡的部分 然后在 放电部分 你有一个 控制的 所以它是分成两个部分 来控制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箱子 可以看到就是 刚刚讲的这个灯泡部分 灯泡部分 你可以 依照个人需求 目前我的这个灯泡是 一百瓦的 一百瓦的乌丝灯 然后里面我有 三个奈米涂层养成箱 来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是 这是其中一个 可以看到这是电线 电线 接的 我这边接了 两组 一正一复 一正一复 我总共 接了两组电线 我 打开给各位看一下 我目前这个是我在养的一个 奈米涂层 再来是这个大的 这来是这个大的 也是有分 一正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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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接到这个自动放电的位置 看到这边养的是 MPU的线圈 主要放电是这两个盒子 以上 ось发生了 有关 非常好 是 有关